你們正在看的是換句TV 我跟大家極速介紹 今次2024年香港動漫店門截 有什麼收穫 這款是Killabody Booth A18 真是香港動漫店門截的限量版 是一款紫色奧帕紋 這個產品可能大家很少看到 這些是類似Deform的產品 形態上應該是G1 你不要看它這麼簡單 其實全部的關子都可以用 手肘關子、手部關子、膊頭關子 頭部關子不用說是零 腰部也有關子 寬關子的完全跟Action Figure沒有兩樣的 甚至連腳掌位都可以斜放 即是可以站到一個平地、貼地的抹腳姿勢 另外你不要看它這個頭這麼小 其實它有個台座 這個台座有個張 位置可以按住這個 這個張 其實不是多餘的 其實它是磁石 另外這個磁石還有多的用途 很欣賞它們的做法 就是這個磁石原來不是多餘的 放在這裡方便你脫 其實它脫不脫都沒有分別 但它其實有多的用途 真的用來用磁孔燈 按照看這裏只有兩個模式 一個磁石 沒有其他的 但這個產品其實在內地都挺流行的 就有什麼玩法呢 其實是一個Deform了類似 類似Cosbaby那麼大的 但這個頭不是最大的 不用怕 兩種玩法都給你 就是一個大頭 這個大頭呢 這個玩法就非常簡單 就不用憂心 就要找到另外一些 喜歡大頭版的Deform Figure 這個頭呢 既然叫大頭 沒有理由這麼簡單放大 它有很多功能 例如這個有激輪關節 或是跳折關節的耳暴天線 我叫 頭當然可以轉 另外呢 其實燈怎麼會不捨得 不過這次不用磁孔了 簡直是按鈕燈 那你留意一下 微心那個 排氣口黃色那裏 是動的 同時連動那個 排氣口 我叫它 而且我買回來之後 這個每場橫行版 居民的188隻 不知道還有沒有 第一天買 那 還有呢 就是 面罩 原來是可以脫的 那就變成一個 人面面罩 這個戰鬥面罩 感覺是有點遲控的 但終於非常容易裝陷 這個頭變成了 有三個玩法 耳朵 燈 連動的 微心 拼口 面罩 可以脫 這個型號 可能多些小朋友 大朋友 或者喜歡這個型號 可動的 我已經說過了 不用試了 整隻挺重的 最重要這個居民 這個 是一個特別版的豪華版居民 來的 就是豪華版 就是做年幼大小頭 當然不能少的 它也會給你一些 槍 武器 另外這個 這是什麼 其實這個是頭的獨立 的 來的 把大頭 拿出來 直接 按下去 這個 就變成兩個 擺法 即是有些 朋友喜歡擺 頭雕像 放在這裡 就可以開燈 不開燈 可以玩下去 好 另外呢 我又按下去 好了 這個豪華版 多少錢呢 其實 在香港動漫電 換隻 A18 Booth 有188隻 賣的 就是香港限量 據報 328元 只有200隻都沒有 還有這一色 就是Shattered Glass 的 Version 我想就好像沒出過 還有這裡可以看到 細節 這個眼的 車頭玻璃 就做了一個 破損的記號 喜歡的朋友可以看看 去香港動漫節 還有兩三天的時間 希望我們到這裡 還沒買完 拜拜